教聯在今個月以電話訪問了3200多名教育界人士 結果32人支持林鎮英出任下屆特首 其次是審慎考慮出選家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她的支持率有7.9% 未入閘先落馬表明不爭取出選家犯罪勵態 和月底宣布參選家唐英年就叮噹碼頭 分別排第三和第四支持率都超過7% 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就排包尾支持率不夠3% 教聯說梁振英和唐英年都出席過多次教育界的論壇 因為梁振英的表現教育界 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思辨能力在對答中 梁先生的邏輯性會強一些 梁振英先生會有自己比較強的看法 唐英年先生在教育中熟悉程度 未必及得上梁振英先生 但唐英年先生他願意多溝通 建立一些多溝通的平台 從另一個角度他願意多聽教育界的意見 而唐英年甲飛文就影響了他在教師心中的印象 因為教育界較重視道德措手 另外調查有發現分別有五成八和五成二家受訪者指 能力和政綱都是選特首的條件 教聯說今次的調查只是初步意向 日後仍然會觀察各候選人的政綱 香港蜂蜓電視機則依然影響